这个动作本身呢非常的好玩 好像是一个拉弓射箭的这么一个姿势 而且是要左右开弓 啪啪啪就这边开了那边开啊 这叫左右开弓 这个动作呢 到底要解决我们人体的哪方面的问题呢 第一开胸肺 对心胸啊 就是开胸肺啊 然后会有好处 第二是什么呢 你完全活动了肩膀这个区域 肩膀这个区域 以及大锥的活动 你这个扭头通过这个颈椎 你对颈椎也是有好处的 然后呢还可以使你后背 就是肩背部可以得到锻炼以及放松 所以这个动作大家不要以为说的 我一定要蹲个大马步在办公室去练吗 不必要 你上网上的时间久了 然后呢后背紧张了 你可以通过锻炼这个动作左右开弓四射雕 这么去做一做 把肩背部宣开 同时呢其实这个动作呢 既锻炼肺又锻炼大小肠 就锻炼大肠 假如你有便秘啊 或者是经常拉锡 就是肠胃系统的积患的话 我的建议还是要蹲着马步 因为只要马步一蹲下去以后 实际上你就在搓骨道 就是在提肛 而提肛这个动作不仅对整个五脏六腑的按摩是有效的 同时对大小肠的这种刺激也是非常有效 甚至就是对我们身体的下胶系统非常的有效 左右开钩刺激 左右开钩刺激 左脚开步 胸前搭腕 屈膝下坐 两手拉开 右手打开 右手打开 两脚外撑 左脚收回 两手合抱 调节呼吸 右脚开步 胸前搭腕 屈膝下坐 两手拉开 左手打开 左手打开 两脚外撑 右脚收回 与肩同宽 两手合抱 左手打开 左手打开 左手打开